電流三大效應 各位同學 今天老師要為同學介紹的課程內容是 三年級電流三大效應裡面的化學效應 所謂的電流化學效應就是所謂的電解 通了電之後 讓我們的物質 因為電能而產生了化學反應 所以電流的化學效應其實就是電能變成什麼 化學能 利用電能來產生化學作用 所以你要分清楚來 這個地方是電解 另外有一個單元叫電池 同學你要互相比較他們兩個的差別 那電解首先有幾個我們課程內容的重點 第一個是電解水 電解水其實在二年級就有稍微提到過了 水是一種化合物 在我們的國中課程裡面 水是一種非電解質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我們實驗室裡面 它是屬於不容易導電的 所以電解水的時候要加氫氧化鈉 強酸 或者是強減來幫助導電 那氫氧化鈉就是強減 那以後注意喔 在這邊要特別小心喔 只要題目提到電解氫氧化鈉 就是等於電解水 老師再講一遍 電解氫氧化鈉就是電解水 好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電解水的時候記住一個結果 叫做陰氫氧氧 陰極就是負極 所以負極產生氫 正極產生氧 這個結果一定要記好 那體積比跟質量比怎麼記呢 你注意觀察這個H2O H2O這個地方有一個2 這個地方有一個1 因為在我們的亞佛加鈉教授有提到 氣體的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 所以以這個地方氫跟氧 因為它都是雙原子分子 就是H2O2 所以它們都是兩個就變成一分子 所以今天我們氫跟氧的原子2比1 所以分子比也是2比1 那分子數就是體積比 所以老師教你怎麼簡單的計法 H2O 你就記住這個H2O底下的2跟1 代表的就是體積比 那質量你看這是量 質量一定跟分子量有關 原子量有關 那它的分子量 它的分子量是18 這18裡面 氫占了2 氫占了2 氧占了16 所以2比16就等1比8 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分子裡面的原子量比 原子量比就是質量比 所以你記住 體積比看底下的小字 2比1 質量比找它的原子量 原子量2比16 所以是1比8 好 這就是電解水的一個重點 同學一定要把它記好 電解水 再來電解硫酸酮 很多人在電解硫酸酮這個地方 它找不到一個記憶的技巧 老師在這邊跟同學提醒 只要是電解硫酸酮酮 等一下的電度的話 你一定是先從負極 先抓負極 好 一定要記好 先記負極 因為只要你是負極 是可以導電的 負極可以導電的東西 你不要放一塊塑膠 你今天是石墨也好 銅也好 今天如果這邊是石墨 這邊是銅 石墨也好 銅也好 只要你會導電的 你要知道電解的時候 我們水溶液的正離子 正離子會游向負極 來這邊做什麼 德電子 所以只要是負極 一定是金屬吸出 那在我們電解硫酸酮裡面就是銅 所以在這邊你只要把負極先記好 負極就是銅吸出 負極就是銅吸出 不管你用的是碳棒 或者用銅棒 都是銅吸出 把它記好 在怎麼樣題目在怎麼樣陷害你 你都不要錯 兩個都是碳棒也好 兩個都是銅棒也好 沒關係 或者是一個碳棒一個銅棒 先抓負極 記住這個技巧 那接下來同學 最傷腦筋的就是正極 電解硫酸酮 如果正極是碳棒的時候 這就麻煩了 因為碳棒在這邊 石墨棒在這邊 你記住國中課程裡面的鋼電池裡面的碳棒 這個地方的碳棒都不參加反應 它只是幫助導電 所以同學你要記好 碳棒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等於是在電解水 好啦 那電解水 你只要記得電解水的一邊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電解水是什麼 陰輕癢癢 所以你要記住 這邊是正極 所以正極這邊一定產生氧氣 氧氣一定是在正極產生 氫氣一定是在負極產生 這個我告訴你 絕對不會跳脫這個答案 絕對你找不到一個答案說 欸 會叫氫氣 氫氣又跑到正極去 你就記好 勞勞記住 如果正極有氣體的話 正極有氣體的話 氧氣一定會產生在正極 氫氣一定是產生在負極 那電解水它會在正極的話 你就這樣記嘛 H2O 它已經是產生氧氣了 從這個H2O你就開始 就好像我們在電腦解碼一樣 就把答案解出來 這一定會有氧氣 氧氣呢 然後你要記得 在我們電解裡面 我們的負極是得電子 正極是要撕去電子 就是要把電子放出去 才會造成一個循環 所以這裡面有電子丟出來 那有電子丟出來 剩下的就是這個氫O 那就是H正 所以這個反應是你要用響的 不要用背的 H2O先寫電解水嘛 所以到了國中三年級 一定知道水叫做H2O嘛 那H2O一寫出來 你不要對它沒有感情 H2O我們馬上知道 正極就是氧氣 氧氣繼續往下推 正極要丟電子 丟電子之後 這個氫絕對不會再產生氫氣 那只有氫離子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平衡 你要平衡 而且要把這個結果 最好能夠把它記起來 再考試 吃鳥類就要把它知道答案 好 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什麼 產生氣泡 而且產生氫離子 所以PH值會下降 正極最大的兩大特色 電解硫酸酮 用燙棒當正極的時候 兩大特色 什麼特色 冒氣泡 而且PH值往下降 往下降 因為氫離子產生 然後因為你的銅離子一直上去 銅離子一直上去 銅離子沒有下來補充 所以這一杯的藍色會變大 這一杯的藍色會變大 老師幫同學再複習一次 那如果今天用銅棒呢 那銅棒就漂亮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銅吸出 變成銅離子 銅離子再爬上去 你丟我減 這裡丟幾個 這裡就爬上去幾個 所以在這邊的正極就比較簡單了 就是銅變成銅離子 銅變成銅離子 所以這一塊正極就會越來越輕 那負極不管你是用什麼當材料 因為銅吸出所以重量都是越來越重 所以這四塊 這四塊正負極老師跟同學講一下 這一塊 石墨棒當正極的重量不變 石墨棒當負極的重量增加 負極這兩塊重量都是增加 正極有一個是不變的 一個是重量減少的 銅一直減少 一直溶解一直溶解 那這裡溶解這裡溪出 所以整杯的藍色不變 電解瘤酸酮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這個正極的反應搞清楚 這非常重要 而且在考試的時候反應一定要快 好 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電鍍 電鍍它其實就是我們電解的應用 你有沒有發現老師剛一直強調負極 負極是銅吸出 銅吸出就是會把它包起來 我們就叫做鍍 鍍上去 包起來 所以同學 你今天有一個東西想要用金屬把它包起來 想要把它包起來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被鍍物 所以你被鍍物一定放在負極 被鍍物 電鍍只不過是把這個圖的負極改成貝鍍物而已 改成貝鍍物而已 你只要改成貝鍍物 這個就叫電鍍了 那你要電解銅裡面就要有銅離子 電解心裡面就要有心離子 這在題目演練過程中 那我是在各位同學來介紹 那電鍍你要小心的是 電鍍前你要做什麼動作 電鍍後要做什麼動作 電鍍前你要先把 這一個貝鍍物上面有生鏽的部分 你先用砂紙磨光 然後用NaOH氫氧化鈉鹼性的東西 把油汙洗乾淨才能夠去電鍍 不然的話你電鍍上去很容易就會掉下來 這是電鍍前要做這個動作 電鍍後也要做 做什麼動作 要先用蒸餘水把上面的一些 我們電解液沖掉 然後再用丙銅來讓它很快的乾燥 電鍍前電鍍後的兩大步驟 你一定要小心 這都是考試的重點 好 老師以很快的速度 幫同學把這個電鍍 電流的化學效應電解電鍍 做同學做一個粗略的介紹 接下來老師為同學來介紹一些試題的演練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講義上面的第一題 講義的第一題它說 電解時能量的變化情形為何 電解就是通電讓它產生化學變化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就是電能變化學能 電能變化學能 以石墨為電極電解0.5m的硫酸銅石墨圈起來 碳棒 石墨碳棒 好 電解硫酸銅請問 老師有講過 先抓負極 先抓負極 所以負極一定產生銅 所以B的答案消掉 負極產生銅 正極產生 注意聽 老師講過 正極要產生氣體的話 氫氣不會再正極 正極一定是氧氣 氧氣要產生在正極 所以A要改成正極產生氧氣 負極產生銅 那銅的數目會越來越少 因為銅一直吸出 正極沒有溶解下來 所以藍色會變大 PH值因為氫離子產生 所以PH值應該是下降 PH值應該是下降 好 第三題 電解硫酸銅正極有氧氣生成 正極的生成就是因為水參加反應 而且你要特別小心 水的電解在正極 正極水電解的話 是產生氧氣加氫離子加4個電子 所以你要特別特別注意這個 氧氣跟這個氫離子 氫離子會讓PH值減少 氫離子會讓PH值減少 所以第三題選第四個 第四題 如右圖 來 同學我們看到圖 記住 在我們電學裡面 所有的正負極是以電池 以電源為標準 所以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同學趕快標上去 接正極的是正極 接負極的是負極 好 那就簡單了 好 所以調整 0.1A以下降者正確 正極會注意 因為它兩支都是碳棒 碳棒又石墨棒 所以正極產生氧 負極是 注意 負極因為它是電解硫酸銅 所以負極應該產生銅 所以老師跟同學講過 題目的重點要先做到負極 所以A 錯了 通十分鐘之後 溶液中的銅離子濃度 因為它是碳棒 所以正極沒有銅溶解下來 銅沒有溶解下來 就不會補充這個銅離子 所以藍色會變淡 銅離子會減少 銅離子濃度減少 所以AB都錯了 好 C 以兩枚洗淨的銅片來代替碳棒的時候 這時候 小心喔 這時候就是一邊是銅溶解 一邊是銅溪出 沒有氣體生成 所以第四題答案 我們就是要選C 如果兩邊都銅棒的時候 就是銅 一個是溶解 一個是溪出 好 電解質導電的時候 化學反應的方生 跟電極的材料有關 有關 注意 我們在電解時 電解最後的結果 跟你電極的材料跟你的電解液 裡面的是電解流酸濃還是電解水 還有你本身用的直流電交流電都會有關係 都會有關係 好 第五題 下列哪一種物質的水溶液沒有辦法 電解就是它不是電解質 這個在我們酸鹼鹽那邊有講過 不是電解質的 就是乙醇 乙醇 這個OH 這個OH 雖然它有一個OH 可是OH在水中不解離 它是醇類 它是中性的 不解離 不解離就沒有正負離子 它不是電解質 好 第六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四位同學 用不同的電極來電解硫酸酸 好 來了 不管 不管你用碳胖用銅胖先抓負極 老師跟同學講說一定要先抓負極 所以正負極的材料依序為 來 甲它是碳對銅 乙 它是銅對碳 丙 它兩個都是碳棒 丁 它兩個都是銅棒 好 不管啦 因為正負 所以他們這邊是正 這邊是負 這邊全部是負 負極一定都是銅西粗 所以反應相同的 注意喔 反應會相同的 他說反應會相同的 他們都負極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是在正極 關鍵都是在正極 所以反應都一樣的 來 注意 就是來 看這裡 因為這個地方 來 你看喔 這個地方是同溶解 同西粗 這個地方是同溶解 同西粗 那他說 問你說反應要一樣的 所以答案反應要一樣的 應該是乙丁 或者是甲餅 甲餅是什麼意思 碳棒它是電解水 正極是電解水 然後顏色這兩邊會越來越淡 那或是甲餅或乙丁的結果 可是沒有乙丁 所以答案我們只能選甲餅 所以實驗結果一樣的是甲跟餅 你看它材料感覺上好像有不一樣 可是關鍵都是在正極 因為負極都是同溪處 負極是同溪處 所以抓 抓到負極 答案就很容易找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七題來 好 第七題 第七題他說 他說下列何則是電流化學效應的應用 電流化學效應的應用就是什麼 電解 電解 那 注意 電池的充電 電池 鉛電池的充電它是逆反應 電解跟電池剛好是相反的反應 一個是電能變化學能 化學能變電能 所以鉛電池的充電 可以視為電流的化學作用 答案選C 鉛電池的充電 好 第八題 可被電解的物質 它一定是溶於水 會產生正負離子 所以它是化合物 它是化合物 好 第九題 有關電解硫酸桶 電解硫酸桶 何則錯誤 每吸出一末耳的桶 會產生一末耳的氧氣 好 這個題目 同學就要從反應式開始了 你看這 電解硫酸桶的時候 銅離子 注意 銅吸出 吸入二正加二一負 吸出 這是負極 那它的正極呢 正極是電解水 來 電解水 小心喔 我們在寫總反應的時候 老師在這個地方要提醒同學 你在寫總反應的時候 整個目的就是要把電子消掉就對了 所以這裡兩個電子 這裡四個電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邊乘以2 這邊就變成4 這邊變成2 好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看出來了 他說 你看喔 這裡的銅 來 我們把它整個寫下來 這叫總反應 兩個Cu2正加兩個H2O 產生兩個Cu加O2加4個H正 來 看到沒 它的係數是2比1 兩末耳的銅才是一末耳的氧氣 他說一末耳的銅就是一末耳的氧氣 不對 要改成2末耳的銅 然後生成1末耳的氧氣 所以第九題第一個就錯了 第九題第一個就錯了 好 那電解有氧是因為水 電解水 沒錯 電解後的酸性 酸性因為產生H字 所以酸性會增加 PH值會下降 好 這都沒錯 最後 碳棒當電解的時候 顏色因為你銅一直吸出去 藍色會越來越淡 沒錯 這是正確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十題 好 第十題右圖 來 我們看到這個圖 圖你一看到 你應該趕快把正負極抓出來 他說AB是石墨 來 A 會有氣泡 關鍵來了 電解硫酸酮會有氣泡一定是正極 所以同學趕快把正極標上 標上 在A標上正極 A標上正極之後 B 就是負極了 好 那就簡單了 那A既然有氣泡產生 它就不會產生銅 銅會在B產生 B才會產生銅 那A是正極 我們講過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千緒電池 千緒電池的 千緒電池 千緒電池 千緒電池的正極 它的正極是PVO2 它的負極是PV 所以我們正正相接 所以A要接PVO2 A就是要接正極 所以A要接千電池的PVO2 所以第十題正確的 第十題正確的 答案就是選B 沒錯 因為我們A是正極 A是正極 所以你就要接PVO2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選第二個 那A產生的氣泡 因為它是正極 產生氣泡 要產生的話 一定不會是氫氣 是氧氣 電解水 產生氧氣是在正極 好 電解之後PH值 因為它產生氫氣泡 所以PH值是變小 PH是要小於7 小於7 好 第十一題 甲乙兩升分別件 電解硫酸酮酮實驗 甲乙用碳棒乙用銅棒 很簡單 老師還是在講一遍 這種題目就是這樣子 一個都用碳棒 一個都用銅棒 就像這種 所以老師剛剛很多題目 其實都是重複的 同學要體會出來 就是用碳棒 或者是 好 現在這是甲好了 我們把題目改一下 這是甲 這是什麼 第十一題 這是乙 乙都是用銅棒 甲都是用碳棒 其實簡單 還是看負極 負極都是銅氣粗 所以負極的產物會一樣 都是銅氣粗 正極不同 所以十一題答案是選 第四個 負極一定是銅氣粗 負極是銅氣粗 好 第十二題 電解質導電時發生的化學變化 跟哪些有關 老師剛剛有同學講過了 跟電極的材料 電解液 電解液的種類 電解液的種類 所以答案是甲跟液 甲跟液 第十二題 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第十三題 來 看到圖來 這種圖形同學你要記得 老師一直跟同學強調的是說 你今天你圖形下來 你趕快抓到電池的正負極 然後趕快不要上去 所以甲正乙負 丙正丁負 好 老師還是老一句話 負極都是產生銅 所以甲乙跟丁的產物是一樣的 乙跟丁的產物是一樣的 那會產生氧氣一定是在碳磅的 碳磅那一杯 正極是碳磅的那一杯 所以應該是丙 所以A的答案怎麼改 應該是丙有氧氣 V怎麼改 V是產物都是一樣 都是銅吸出 好 顏色會變淡的只有第二杯 因為它是用石墨棒 所以他說兩杯都變淡 不對 好 所以最後一個答案 這樣子的裝置 我們可以把比較純度比較低的銅 變成純度比較高的銅 這叫電鍊 電鍊也是電解的應用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選第四個 第十三題 好 它是電鍊的應用 電鍊也是電解的一種 把粗銅放正極讓它溶解 然後跑到負極去吸出 那銅的純度就會越來越高 好 以上就是我老師為同學介紹的選擇題 接下來老師為同學來介紹填充體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填充體的第一題 填充體的第一題 他說利用電流產生的化學反應 我們就稱它叫做什麼 稱它叫做電解 好 這叫做電解 第二個 當電流通過電解質正負極 注意喔 同時會產生化學變化 而且是同時產生 記得 一定是同時產生 所以請問哪些 就是兩極都會 兩極都會 而且是同時 兩極均發生化學變化 兩極均發生化學變化 第二個 他說以銅片當電極電解油酸筒的時候 銅片先用三種液體來清洗過 好 銅片要清洗過 依序如果真的要清洗的話 來 一定要把上面的油汙 這些東西要清洗乾淨 所以先把髒東西 先用 激硫酸 把上面的一些 把它腐蝕掉 然後再來用蒸餾水沖掉 沖掉之後再用丙銅把它乾燥 所以答案是 乙 丙 鉀 這樣子才會污染到這個電解液 所以我們電解硫酸筒的時候 銅片也要做一個簡單的處理 好 下圖 下圖 來 我們看到下圖 現在我們看到圖形上面 鉀液兩個都是碳棒 好 一樣的 同樣的 趕快抓到電池的正極負極 飆上去 所以乙飆上去正極 鉀飆上去負極 那就簡單了 現在請問有哪些會往鉀移動 鉀是負極 所以要找正離子 正離子都是會往負極移動 所以這個選項裡面的正離子 有A跟什麼 A跟C A跟C 好 那鉀因為它是碳棒 所以碳棒負極 負極一定是什麼 銅錫出 銅錫出 所以CU2正加2E負 變CU 銅錫出 好 第三格 第三格因為是碳棒 所以電解水又來了 電解水是什麼 水正極產生氧氣 氫離子加4個電子 丟出電子 丟出電子 好 全反應 老師再講一遍 全反應的整個特徵 一棒 負極寫完 正極寫完之後讓電子消掉 所以我們第一次 這個在數學裡面叫第一次 全部要乘以2 然後加起來 所以全反應就會2個CU2正加2H2O 變成了2個CU加O2加4個H正 這叫做全反應 這同學你最好能夠練習一遍 學校考試的時候填充題你才會寫 那如果考選擇題你至少要知道 它產物在哪裡 好 那這個用碳棒電解完之後 在乙來 乙因為乙它是正極 正極是電解水有氫離子 所以氫離子的產生會變成酸性 石蕊四子放下去 不要忘了 石蕊四子鹼性是藍色 酸性是紅色 所以這個地方會變紅色 因為代表那個地方是酸性的 酸性的 好 那電解 一末耳的酸會產生多少氧 來 這個同學一定要利用到全反應 這個叫全反應 所以你看到這個全反應的酸是不是2比1 這個一定要記好 酸產生的係數是2比1 所以它們的末耳數就是2比1 題目講說現在酸是1 那麼這個地方是多少 很簡單 2比1就會等於1比0.5 所以這個答案要寫0.5 要特別小心 係數比就是末耳數比 所以這裡是2 這裡是1 這裡是1 這裡就是多少 0.5 要特別小心 0.5 這個題目很簡單的一個計算 同學要注意 好 意思題來 我們還是看到圖來 他說以碳棒當電極 來 這邊這個圖 電解500毫升 0.05M的硫酸酮 通電10分鐘之後 並使電流維持0.1安培 請問哪一個會有氧氣 老師跟同學講過 如果有氧氣一定是正極 趕快正極標出來 甲就是多少 正極 正極就是氧氣 所以答案是甲 那整杯的顏色 因為銅一直吸出 然後正極沒有銅溶解下來 所以這個顏色會越變越淡 所以第四題很容易 第一格填甲 第二格填越來越淡 變淡了 顏色會變淡了 好 再來第五題 他說 圖形 來 同學 我們來看到圖 在圖形裡面 現在的電池比較特別 他用的是什麼 輔打電池 不要忘了 輔打電池 活性大的是負極 所以同學趕快標上去 A是負極 B是正極 那A是負極 A接C 那C就是負極 趕快標上去 B接 B是正極 正極接D D也是正極 好 正負標出來就簡單了 那電池 電池是什麼 電池是化學能 利用裡面的化學變化 化學能變什麼 電能 化學能變電能 好 第一格 然後第二格 他說電池它會釋放出能量 電池是放熱的 是釋放出能量的 所以電池是什麼 放出 釋出或寫放出都可以 它是放出能量的 好 那電解槽它是電解反應是吸熱的 要記好 所以考試如果考你 電解是吸熱來放熱 因為你要通電給它 所以電解的過程它是要吸熱的 所以它是吸熱的 所以它這個答案要寫吸收能量 所以記好 電池是放出能量給你用 所以電池放熱 那電解剛好相反就是吸熱 好 吸熱 好 請問ABCD之中哪幾個是失去電子 好 來 同學再來看一次這一個圖形 來 這個圖形你真的別小心 電池子 電子一定是從電池的負極流出 那負極流出之後 就會流到 從B 從A 就會流到C來 所以C是得到電子 然後再從電解槽的正極再流出 電子在跑出來 在導線上都是電子在移動 就會跑到B 好 所以現在失去電子的就是什麼 電池的負極跟電解槽的正極 所以答案是A跟D 好 所以第三格我們要填A跟D 所以這個題目同學一定要對於電子的移動很熟悉 好 那這種一移動的話 請問質量會減少的 你講簡單嗎 我們東西丟了 體重一定會變輕 所以丟電子的是A跟D 所以會溶解出來的 質量會減少的就是A跟D 所以第四格答案我們要填A跟D A跟D 它質量會減輕 那B跟C B跟C 是負極 電解槽裡面的負極 電解槽裡面的負極 質量一定會什麼 一定是增加的 所以增加的是什麼 B跟C B跟C 好 這種電池跟電解考在一起的題目 同學一定要特別小心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五題 好 第五題 第五題請問A的反應 A是什麼 電池 電池 鋅是活性大的 活性大的是負極 負極是失去電子 所以ZN變成ZN2正加2E負 ZN變成ZN2正加2E負 它是失去 它是失去電子的 好 那C呢 C是獲得電子 它是正極 所以C是CU2正加2E負 變CU 好 C 來 所以你看C C它是負極 C是負極 是電解槽的負極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電池的負極是失電子 電解槽 現在是電解槽的負極 它是得電子 得電子 它是同C出 同C出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六題的圖 好 一樣 第六題一樣把正負極標上去 在這個電解的過程中 電池的正極來 現在A標正極 B負極 C正極 D負極 不要上去 答案就簡單了 請問B、C之間的電子 注意 電子一定是由電池的負極流出 然後跑一圈 所以跑一圈 你不要懷疑 就是從負極流出來 然後從C跑到D 所以這一個裝置圖 這個裝置圖裡面的電子就是從C跑到D 第一題是C跑到D 跑到B來 C跑到B 這圖形上的B 同學 看老師幫你把電子整個流程畫出來 你再看一遍 從負極流出來 然後在水溶液裡面是正負離子移動 然後再從注意電解槽的另一邊的正極出來 然後再跑到甲電解槽的負極 然後再從A 電子再跑出來 懂嗎? 電子是這樣子在跑的 好 所以重量會減輕的 注意 重量會減輕的 一定要找正極的同胞 只有一個正極的同胞 所以答案是選C 會增加的一定是找負極 所以現在負極是什麼? B跟D 增加的一定是找負極 石墨棒也好 銅棒也好 負極重量一定是增加 第四 好 那他說B 注意喔 他說B 如果重量變化是0.1克 那D 因為電子不會中途落跑 我今天我的D 得到多少電子 我的B 一樣也是得到多少電子 所以如果我的B 吸出銅0.1克 那麼D 吸出的銅也是0.1克 他們兩個 B 低 兩個都是負極 所以他們吸出的是一樣 那B 是負極 負極是同吸出 同吸出 同吸出的話 那第四個答案就是選A 同吸出就是選A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七題 來 第七題又是圖形 圖形一拿到記住 趕快把正負極標上去 來 我們看到圖形 好 一樣 A 正 B 負 C 正 D 負 請問會產生氧氣的 氧氣一定是產生在哪裡 產生在正極 正極 而且是用碳棒當正極的 所以現在他說 AB 是銅 CD 是碳 所以我們要找碳棒的 而且是正極的 所以答案選 D70 答案選 C 好 那B呢 B 是負極 又來了 B 負極是同吸出 所以同吸出 同吸出 同吸出的 第八 如果電解水 電解把水分成氫跟氧 氫跟氧的化學能總和 老師有同時講過 水變成氫跟氧 來 你記住一件事情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它本身是通電 所以今天我們電解水的反應是這樣子 你的能量一定要加在這邊 一定加了電能 能量加進去之後跑不來 所以這是加了能量才變成它 所以這邊的能量總和一定是比它來的大 因為電解是吸熱 吸了熱之後才變成氫跟氧 所以他題目講說氫跟氧的化學能總和 一定比水來的什麼 大 這一題要小心 這一題在烤吸熱放熱 好 第九題 電解的時候 金屬一定是在負極產生 氧氣一定是在正極產生 很好記 很好記 第十 李曼克爾分別做了有關硫酸酮的三個實驗 好 我們用硫酸酮加熱 硫酸酮加熱會把水質蒸掉 所以這時候會變藍色變白色 好 在氫粉裡面加入氫粉 把氫粉調到硫酸酮水溶液 然後電解硫酸酮 請問會有酮吸出的注意 來 老師要跟同學特別強調這個觀念 今天在硫酸酮這一個題目裡面 如果這裡是硫酸酮水溶液的話 你今天把氫丟進來的話 同學注意 這裡的反應也是跟電解 注意電解溶 跟我們的氫酮電池反應一樣 氫酮電池 什麼叫氫酮電池 氫酮電池是這樣子 這裡是氫板 然後這個地方它會放電出來 這個地方是Zn 這地方是Cu 這裡的總反應 它也是Zn加Cu2正變成Zn2正加Cu 這很神奇 只不過因為我有岩橋的裝置 所以這個地方放出來的是電 我們利用這個岩橋的裝置讓它放熱反應轉成電 那這個地方因為簡單的反應 它也是放熱 但是放出來就紮紮實實的熱 所以你溫度器在這邊測量 它的溫度會升高 這兩個反應 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 不過一個放出來是電 一個放出來是熱 同樣都是放出能量 一個是用電的方式 一個是用熱的方式 好 所以它就問你 注意這個地方就是B 這個地方是B 好 它問你有銅吸出 這個因為它反應這裡一定會有銅吸出 那電解溶酸酮也會有銅吸出 所以會有銅吸出的是B跟C B跟C 這一題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是B跟C 然後會有產生氧氣的 一定要在哪裡 注意喔 產生氧氣的一定會在電解硫酸酮裡面 而且有可能 可以產生氧氣 一定要用正極當碳棒 當碳棒就會產生氧氣 所以有可能產生氧氣的答案選C 好 哪些會讓硫酸酮顏色變淡 可能會變淡的 來 就是硫酸酮變淡 就是藍色變得不見了 好 所以加熱硫酸酮藍色水蒸發掉之後 硫酸酮變白色 所以藍色會變淡 所以A有 A有 A會變淡 再來 B 注意 B 它丟進去之後 因為銅一直吸出 銅一直吸出 所以這杯本來是藍色的 你心一直丟進去會藍色慢慢變淡 變成透明無色 所以B也會變淡 那電解油酸酮如果你的正極是用碳棒 你的顏色也有可能會變淡 所以只要有可能會變淡的都要選出來 所以答案是A B C 答案是A B C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1題 好 第11題 來 如右圖 來 我們看到圖形來 好 這個圖形一樣 其實你只要是用直流電 然後正負期製造之後趕快飆上去 都是一樣的 來 甲是什麼 正極飆上去 乙是負極飆上去 好 飆上去之後答案就簡單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請問調整電壓的轉鈕 讓它維持在0.1A 因為電流要穩定 好 如果兩個碳棒互相靠近的話 電阻會變小 電阻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這時候電阻小 電流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時候電流會增大 因為這個阻礙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所以電流會增大 第二 哪一個會有氣泡 老師一直跟同學講過 會用碳棒 而且正極的才會有氣泡 所以有氣泡的是甲 而且產生氣泡是什麼 O2 氧氣 好 第三題 又是中反應 在這種考卷裡面 幾乎都會考這個中反應 記都要記起來 O2 加4個H 正 加4個E 負一定要記好 那乙呢 乙是負極 負極一定是銅吸出 負極是銅吸出 好 所以會有銅吸出的 銅吸出的是乙 會生成的金屬就是什麼 銅 好 第五 那因為它沒有溶解銅下來 那銅一直吸附一直吸附 所以這個顏色會慢慢的變淡 所以答案選B 答案選B 好 最後一格 它問你10分鐘 通電10分鐘 總共產生了多少的銅原子 好 這個題目 小心 同學一定要記得 因為這種題目就是在考你什麼 考你半反應裡面的電子 裡面的電子 好 我們還記不記得 你還記不記得 Q 等於 IT Q 等於 IT 所以你要先算出電子總共有多少個 因為這個反應你有電子多少個 你才知道會同會有多少個 所以來 Q 等於 IT 它說你點1 安培 10分鐘 10分鐘是3 是多少 6 1分鐘 60秒 10分鐘是600秒 所以這是60庫倫 好 60庫倫做什麼用呢 60庫倫你要記好 60庫倫的關鍵就是 因為一個電子的電量是1.6乘以10的-19庫倫 所以我們電子一共在10分鐘裡面通過了電子有多少個 就是60除以1.6乘以10的-19個 我們通過了這麼多電子 那通過了這麼多電子要做什麼呢 來 我們看這裡 因為我們電子每兩個電子通過就會有一個銅原子產生 每兩個通過就會有一個產生 所以它是2比1的關係 2比1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 這個老師先不要算 你就先把這寫下來 我電子總共通過這麼多 60除以1.6乘以10的-19 我通過這麼多個 那我這個地方總共我的同原子會有多少個 2比1 所以把這個答案除以2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多少 除以2就是30除以1.6乘以10的-19 好 這個把它除出來就是1.875乘以10的20次方 所以總共有這麼多個通過 好 記住 這個怎麼算 一定要用半反應 因為半反應裡面才有電子 那電子是什麼 因為Q等於IT Q等於IT I 0.1安培通了10分鐘 所以總共60庫倫 60庫倫有多少個電子 除以1.6乘以10的-19 一個電子的電量一定要記起來 那基本學醫生會給你 可是平常考卷一定要記起來 除起來就是電子 我通過這麼多電子 每兩個電子就會產生一個銅 每兩個電子就會吸出一個銅 所以我把電子的數目除以2 就是吸出的銅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是1.875乘以10的20次方 那第二個氧呢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氧的反應 因為氧原子 它現在問的是總共氧分子有多少 氧分子 那氧分子你看這裡 氧分子是1跟4的關係 所以我電子 每4個電子才會產生一個氧分子 每4個才會產生一個氧分子 那我的電子有這麼多 所以我的O2 我O2分子就會總共產生多少呢 就是這個答案除以4 61.6乘以10的-19 我們再把它除以4 就是答案了 知道嗎 為什麼 1比4嘛 每4個電子才產生一個氧分子 那我電子有這麼多個 我產生幾個氧分子 就是把這個電子的數目除以4 就是氧分子 這除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9.375乘以10的19次方 這個特別要小心一下 這個是用反反應來算的 用電子的計數 每4個電子通過就會產生一個氧分子 每2個電子通過就會產生一個氧分子 這個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計算題 這一題蠻有技巧性的 同學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老師要為同學來介紹 有關電解的應用 就是電鍍的一些練習題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電鍍的題目 電鍍的題目第一題 他說今天有銅幣要鍍銀的話 那麼這個銅幣要背鍍物 老師剛剛講過了 背鍍物要放在哪裡 背鍍物一定要放負極 所以第一題答案選B 放負極 好 第二題 呈第一題下列各反應合者是正確的 背鍍物放負極 負極因為鍍銀一定是銀吸出 所以一定要找負極銀吸出的 所以答案選C 那正極一定是銀融解下來 好 要在剪刀上面電鍍一層明亮的銅 那剪刀就是背鍍物 所以背鍍物一定要放負極 所以他說要用硫酸銅當電鍍液 然後剪刀放在負極對 他要找錯誤的 好 負極注意喔 負極電解槽的負極電鍍就是電鍍的應用 電解槽的負極是得電子 得電子銅吸出 所以B也是正確的 C注意聽 正極的話 正極一定是銅融解下來 銅融解下來 所以C的答案他說 這時候因為電子太輕 所以電鍍後沒有辦法察覺 電子是很輕 可是銅很重啊 所以還是可以察覺它很明顯的重量減少 他說無法察覺錯 他可以很明顯的知道它重量減少 所以第三題答案選C 錯誤的喔 好 第四 電鍊 什麼叫電鍊呢 電鍊就是把有雜質比較粗的 純度比較低的銅放在 我們要把它放在正極 放在正極 我們的粗銅 粗銅放在正極 然後我們所謂的金銅 或者叫做純銅 純銅放在負極 那這個粗的銅會溶解下來 溶解銅離子之後 然後跑到這邊吸出 所以這個銅就會變得很純 那純度可以高達99.95 純銅 所以第三 第四題的答案 它的純度可以到達99.95 好 電化學 就電流的化學效應 電鍊時被鍊物要放在負極 所以A錯 A就錯了 第五題錯誤的答案選A 答案選A 好 第六 第六 利用電鍊的裝置 將銅片上鍍上鑷 銅要鍍鑷喔 電鍍一定要用直流電 所以A改過來直流電 然後銅 因為注意喔 銅是貝度物 它要包上一層鑷 所以銅是貝度物 所以銅要放負極 那因為你要電鍍鑷 所以一定要用什麼 注意 硫酸胺雅鑷 就是不能用硫酸銅 因為鍍鑷一定要用鑷離子 一定要用鑷離子 所以吸也不對 電鍍後裡面的陽離子 所以第四題正確地選 第六題正確地選第四個 小銘在鐵湯匙上鍍銅 鍍銅 注意 湯匙是貝度物 鉛電池是直流電 可以用 鉛電池可以用 鉛蓄電池是直流電 可以用 所以答案選A 好 先用NaOH除鏽斑錯 NaOH是除油污的 鹼是要溶解油污的 所以B是不對的 銅片當負極錯 湯匙才能要當負極 正負極放反了 然後電鍍完之後 一定要先沖蒸餘水再沖餅銅 因為我們要讓它乾燥 所以要先沖蒸餘水再沖餅銅 所以第四個答案也寫反了 好 第八題 電解晶煉銅就是這個 電解晶煉銅 我負極重量會增加 然後這個銅溶解下來又上去 所以銅離子不會減少 所以A錯了 然後是負極重量增加 銅離子濃度不會改變 負極重量增加 銅離子不會改變 所以第八題大家選C 好 第九題 電鍍時 電鍍喔 電鍍時 電鍍 電解的時候 何者是錯誤的 電解硫酸銅會在正極產生氧氣 負極產生銅 可以 當你用碳棒的時候就可以了 電鍍時背度要放負極 對 金字銅的時候 金字銅 負極 負極是銅在溶解 是銅在溶解 銅在溶解 所以這個反應錯了 金字銅的時候 正極 正極是銅在溶解 銅在溶解 應該是溶解乘Cu2正加2E負 所以第九題錯誤的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第十題 抹金屬要鍍銅 鍍銅裡面就要用什麼 就要還有銅離子的 所以第十題答案是選C第四個 第四個 好 那這個就是以上就是選擇題 接下來老師為同學來介紹填充題 來 我們看到填充題來 填充題第一題它說什麼 它說起電鍍是根據什麼原理 電鍍 電鍍就是電流化學效應的電解的應用 所以第一題是電解的應用 電鍍是電解的應用 第二 電鍍是背鍍物放負極 電鍍後背鍍物的重量 因為有金屬在上面吸出 所以重量會增加 重量會增加 好 第三 在實驗室要將一塊充滿油污鐵鏽的鐵片 要鍍上銅的話 那要先做什麼動作 先用砂紙把它磨光 所以第一題先把砂紙磨光 磨光之後用NaOH去油污 所以答案選C 去完油污之後背鍍物放負極 要鍍銅 銅要放正極 第四 電鍍後負極重量是增加 重量是增加 銅溶解下來減少 而且銅減少多少就會跑到負極去 所以銅減少時刻 負極就會增加時刻 好 這是電鍍 好 電鍍 第五 電鍍不考慮水的蒸發時 銅離子濃度是不會變的 銅離子 因為這邊濃解下來 這邊就會吸上去 好 電鍍完之後要做什麼處理呢 做什麼 先沖蒸餘水 再沖 再沖什麼 丙銅 所以答案是選第四個 答案是選第四個 好 第四題 第四題 來 我們來看到 金字銅 電解經驗 注意喔 這一樣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趕快把乙標上正 甲標上負極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是粗銅 所以甲要放什麼 甲要放負極 甲要放純銅 金字的銅是純銅 乙要放什麼 粗銅 所以粗銅要放在乙 乙的話銅會溶解 銅會溶解 然後跑去哪裡 跑去甲吸出 所以甲是吸出 Cu2正加2E負 變Cu Cu 銅吸出 而且我們這裡的電路易一定要用銅離子的 所以答案是什麼 硫酸銅 硫酸銅 好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 第一題的答案 他說正負 電子一定是由電池的負極流出 電子一定是從電池的負極流出 這是第一題答案 這是第二題 這是第三題 這是第四題的答案 好 接下來老師為同學介紹兩題 有關於電鍍的一個末偶的計算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第五題 第五題 他說現在一個電鍍的裝置 電鍍的裝置 現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電鍍的裝置 要在鐵片上鍍銅 然後老師有跟同學講過了 看到之後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電池的負極就是接這邊的負極 正極就接正極 好啊 那就來回答問題啦 那因為有貝杜物 鐵要鍍銅 所以鐵是貝杜物 所以貝杜物要放在 B 就放在負極 所以貝杜物 鐵要放負極 A 放銅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接下來請問 因為你要鍍銅 所以裡面一定要有銅離子 所以這裡是CU CU溶解下來 然後到這邊把這個鐵包起來 正極的銅溶解下來 然後我們要負極吸出包起來 好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 電鍍液一定要有銅離子 那正極是溶解 溶解下來 然後負極是銅 獲得電子再吸上去 因為電子是從這邊接收電子之後吸附上去 OK 然後在整個過程中 A 再減少 B 再增加 而且 A 減少幾克 B 就會增加幾克 所以第四題答案選 B 第五題答案 A 減少了銅片減少了0.1 B 就會增加0.1 因為它龍解掉之後都會跑到這邊吸出 好 這是很簡單的 好 接下來要看他的第六題 他說如果我們要吸出0.64克的銅 至少要有多少默耳的電子 來 注意 銅吸出是CU2正加21負 變CU嘛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係數電子跟銅是2比1的關係 每兩默耳就會有一默耳的銅 那它現在我要吸出0.64克 來 0.64克你要先改成默耳 0.64 來 題目上面有銅的原子量是64 所以這邊是0.01 銅是0.01默耳 那我現在電子總共會幾默耳 來 這在默耳數的單元裡面 老師跟同學講很多 係數比就是默耳數比 超下來 係數比默耳數比2比x等於1比0.01 所以這個就是0.02默耳 那題目問什麼呢 請問要通過多少默耳的電子 就是0.02默耳的電子 所以這種題目你不要看到默耳就很害怕 其實它只是把銅吸出的反應拿出來 來討論電子跟銅吸出的默耳數的關係 這樣子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計算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六題 然後第六題來 第六題題目在跟你講什麼 它說我現在有兩個心銅電子 不要忘了心銅電子活性大的當負極 好 它說現在要讓電壓變得比較大 要怎麼接 還記得電路學有講過 電池電壓要串連 所謂的串連 來 我們先把正負標上去 活性大的當負極 所以這裡是負 這裡是正 這裡是負 這裡是正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它的電池電壓變大的話 你看我們電池電壓是不是要怎麼樣 這叫串連嘛 串連就是負正負正 正要接負的 所以這裡的正一定要接負的 這裡正要接負的 然後這個地方 四個地方相接之後 然後注意 這裡才是接我們要接的地方 這樣才是串連 然後它說什麼 要接 來 兩個銅度銀要度上銀 所以銅是背度物 背度物一定要放負極 所以這個地方 這裡又是負極 這裡是正極 所以 來 關鍵就在這裡了 我們現在必須要注意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所以我現在這個地方 我這裡的電池正極 這裡的D一定要是接到這裡的F 正正相接 然後這裡的負負相接 我這裡的E 來 所以老師寫在這邊 這裡的A一定要接E 然後這裡的D要接F 因為我們要跟電池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所以請問接連接方法 來 來 連接方法 B接C 好 B接C B接C 所以答案選V B接C完呢 再來A接E 要找A接E囉 A接E 答案選E 然後再來 D要接F D要接F的 所以答案是VEF 第一個答案 所以你記住 電池要串聯 串聯完之後跟我們的 這個是要電鍍 電鍍的話正正相接 負負相接 貝杜物一定是負解 因為銅是貝杜物放負解 好 請問F 因為它是要度它的 所以這一定是溶解下來 銀離子溶解下來 然後吸負上去 所以它現在物理F F是什麼?銀在溶解 銀變成銀離子溶解下來 銀是正一架 所以第二個答案 F 哪些質量會增加 注意 質量會增加 老師跟你講 抓電鍍液的負極 負極 這個地方是負極 還有哪個地方會增加電池的正極 所以電池的正極 電解槽的負極 所以會增加的是有B D 還有E 好 這種題目考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喜歡考你重量 所以第三題的答案是B D E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四格 它說 F 跟 A 的末數 FA 是鑫 F 是零 鑫 因為它是二降 所以鑫鎂丟了兩個電子出去 注意 丟兩個電子 因為這個地方丟電子出去之後 這邊就會變成來到這邊它得到 得到之後它會吸出 所以這時候銀就會得到 注意 銀是一架的 所以今天它問你說 如果在電路末爾數的改變量 就是它沒改變 以末爾的話丟兩個電子 這裡丟兩個電子 這裡就要得到兩個電子 所以它們的改變量 鑫 美隆解一末爾下來的話 銅就會吸出兩末爾 因為鑫是二降 銀會吸出兩末爾 銀會吸出兩末爾 因為銀是一降的 銅是二降 銀是二降 所以鑫 美隆解一末爾下來 鑫 美隆解一末爾下來 鑫只要美隆解一末爾下來 銀就會吸出兩末爾 所以它們的改變量 F 美吸出兩末爾 美隆解下來 然後這邊吸出 然後這邊就會吸出一末爾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F跟2比1 2比1 因為鑫是兩降 銀是一降 它們的降數不同 所以末爾數改變是2比1 好 接下來它是這裡開始溶解下來 它說如果我的鑫溶解了 銀溶解輕了1.08克 來 1.08克 這地方一定要用電子的末爾數來算 因為銀溶解 溶解下來 1比1 所以它問你 它溶解了1.08克 來 這裡是108 所以這個地方是0.01 這裡0.01代表電子 代表在這邊流通的電子 就是0.01末爾 好 那0.01末爾到底會改變 對鑫怎麼樣改變呢 因為Zn Zn是Zn2正加21伏 它是1比2的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算出來之後 這邊帶到這邊0.01 那個鑫 鑫的話就是多少 0.005 0.005 然後題目它問什麼呢 它說請問這個地方 鎂減輕1.08克 那0.005 因為Zn它上面有給你 Zn是65.4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數字 0.005再乘以65.4 這是它的什麼 它的原子量 所以這個原子量乘出來的話 就是0.327 所以鑫會減少 它是減少的 每減少 所以這裡減輕 它這裡減輕 然後來這邊吸出 記住喔 這是電度 所以這裡減輕幾顆 這裡就會吸出幾顆 所以現在它說鑫 它總共減少了1.08克 這裡減少1.08克 這邊就會吸出1.08克 那1.08克是總共多少電子去作用呢 是0.01mol 那你想要放出0.01mol的電子 那我到底要溶解多少的鑫 因為鑫跟電子是1比2 所以我要溶解0.005mol的鑫 0.005mol乘以它的原子量就是0.327 好 以上就是有關於電流化學效應的題目演練